只有兩個人 各位也可以從過去看到的 競爭很激烈 沒有所謂內耗不內耗的問題 我們參與要初選的 大概五到六個人 也是會逐漸接觸各種的意見以後 那初選完成 我們也會全力以赴 只要是公平的競爭 不管是執政的政黨 或者在野的政黨 最重要的是人民對於執政成績的肯定 到底到什麼程度 我在想 任何一個執政的黨 一定是第一 第一 要能夠有效率 而且真正忠於國家 忠於人民的這種 第一 是要好好的把國家治理好 那另外 要治理好國家 我覺得平經濟是很重要的 就是 繁榮均富的經濟 才能讓民眾過比較好的時間 第三 應該要有一個公益和諧的生活 在性別當中彼此尊重 世代之間相互提携跟支持 然後不同的行業彼此尊重 也有非常重要的 就是這個社會的治安一定要良好 所以和諧公益的社會也非常重要 那第四個 當然對我們國家來講 也是相對的非常重要 那就是和平穩定發展的兩岸關係 也是我們中國國民黨執政期間 以上這四樣就是我們 節制盡中 努力追求的目標 所以假如 照過去 我們執政的時候的狀況 以及去年的選舉 在二十二個縣市裡 有十五個縣市長 是中國國民黨的安全 這表明明星的歸象 對國民黨有極大的期待和努力 所以我們要把過去做得比較不錯的 要好好的做得更好 那如果做得不夠理想的 我們一定要全力提升 希望能夠爭取更多的國民的支持 我們國人支持 我們中國國民黨才能夠擁機 所以這一點謝謝大家 讓大家見面 他可以做馬上的